長者由崎和 elephant encuent þ por þ 好 好 誒 這個是比較像是超農郁 延伸的小的那個 小的鑽彈 那因為其實 其實不管你是做什麼樣的農業、有機、冠型 基本上都會有一大堆病床害 那很多人的習慣其實是 到網路上找 到底我的東西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說去找各式各樣的專家 但是實際上呢 其實在各式各樣的商組單位 他們都有提供診斷鑑定的服務 再加上最近其實蠻多政府部門都想做APP 因為現在APP已經變成一個 可以拿來當作是一個業績的內容 可是呢如果說各個單位他們都自己去拿自己的 例如說XX改良廠 我做了一個讓大家回報 請大家可以把相關資料填給我 然後我來做整段鑑定 A改良廠做個B改良廠做一個 然後呢每一個專案 它可能就是每一個案件 它可能每一個就是幾十萬或幾百萬的錢 這樣子來用 基本上它所花掉的錢其實是超多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組合起來的東西 變成很多的 大家都各單位都拿來做自己的業績的話 基本上就會出現碎金爆炸這種情況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不太好 所以說我不是覺得說 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都聚合在一起 在趁他們還沒開始做之前 所以我提出來是一個醫農 這個小的專案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實際上 這些轉鑑監定服務站的資料 全部都有了 這是公開的 所以如果要把這些資料去做一個統整 然後讓這些單位它可以有比較好的 可以接收更完整的農民 或者說各位的一些病存害的資訊 所以說就做了一個lock up 這是用畫的 基本上就是說 可以附上一些照片 還有就是說 他們的一些主術 還有就是 我到底種了什麼 我種了多久 我用了多少 我種了什麼品種 我用了什麼肥料 我用了什麼農藥 以及我這些病存害到底怎麼分佈的 然後 這是一些比較細部的圖 還有就是說 我可以附上各式各樣的照片 第一手讓 這一些感染掌索的人可以看得見 所以就是一些細部的內容 並且用Mail的方法 因為前面有提到說有Mail 或者說提供一些地址 讓這一些事件的感染掌索單位 可以即時的去接收到這些資訊 然後目前需要的是 前端美工跟UI 然後稍微公開服務一下 萌牛開Facebook粉絲團 那有興趣的各位 可以多多加入 謝謝 這個我沒有宣傳的超濃郁的粉絲 下一個又是Miaoski